经济是有上有落的 但是人生有祂就必定有喜乐 人生是万变的 但是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的 他家里开中餐外卖店 我十一岁就开始和父母去看门口 他不可以跟同学出去玩 我为什么不可以跟同学出去 他为了要在家的外卖店帮忙 考试就 失败得很重要 他的父亲去世 我自己来说那段时间是非常之辛苦的 这里是英国伦敦的标志性建筑 伦敦塔桥 Tower Bridge 经常有人误会了以为这座桥 就是英国著名童谣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里面的伦敦桥 其实它们是两条不同的桥 伦敦塔桥的设计 在世界桥梁建筑里面有口戒碑 当大型船只要通过的时候 它的桥身可以从中间断开 以八字形升起 英国的航海事业曾经很发达 有利于它可以和世界接连 因此为英国带来不少从外国来到的移民 在十九世纪初 已经有中国海员到英国定居 早期在英国定居的华人 很多都是以开设洗衣店 或者中餐店为生的 叶志华、David的父母 在卡迪夫市经营一家中餐外卖店 而出生在英国的David 从小就要在家里的外卖店帮忙 我十岁、十一岁 就开始和我父母去看门口 如果有客人进来 就和我爸爸说有客人来 要收单 或者有什么餐出 我可以和人说这些是什么餐 就给他们 起初就这样 慢慢学 慢慢学 就学到 有时候会帮忙去炒饭 炸菜 收拾餐 那些 从小时候都觉得有很大的文化 家里有些中国人的文化 吃的游戏 和妈咪、爹地都是说广东话 到日后回到学校 全部都在西方文化 我知道我有中国文化和英文化 我自己 不知道我怎么可以 两样联合一起 但现在我大一点 就回到学校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和很多开中餐馆的 华裔移民第二代一样 要在家里的外卖店帮忙 成为叶志华成长里的困扰 十一、二岁 开始读中学的时候 我们的同学 就多些节目出去玩 一起去 去庆祝些东西 出去玩都是星期五、六晚 但是因为我家里 我们一家人去做饮食店 星期五、六 就要在厨房帮忙 在那时候 就多些问家里 我为什么不可以跟同学出去 叶志华、David的父母 为了儿子的前途 安排他去学中文 但是对父母的苦心 David只是觉得 是侵占他的休息时间 我父母很想我学中文 他们也有想 如果我们想回到中国 或者回香港去工作 都会学中文 会好些 星期日 打算有日子的休息 不会说出去做些什么 但是 星期日下午 就会去中文学校 都是被人逼迫 不可以跟同学出街玩 星期日要读中文学校 虽然David 顺从父母的安排 但是年轻的他 看不到在奸赴中的父母 对他的爱 在卡利福的中文学校 他有两间中文学校 我妈妈和爸爸 帮我去那间中文学校 是在华人基督教会 安排的 上学 星期日 第一个小时 就会去中文班 会有个教师教我们中文 第二个小时 就会去那些 书联群群群 回了中文学校 回了很久 又会认识一些 宗教会 去中文学校 去年轻群群群 听到一些故事 你经常听到 你都会有些问题 是否真的 一天 有美国的宣教士 来到叶志华家 邀请他 和他弟弟 参加一个青年营会 突然之间 我妈妈叫我去 你和我们弟弟去 我妈妈也是派我去的 那个讲师 她由美国过来之前 她太太刚刚才生了她的孩子 一生了她的孩子 父母就没有那个机会 去摸她的孩子 然后 她的孩子过了危险关 医生 就让父母去摸她的孩子 去摸她的孩子 去抱着她 那一刻 那个讲师跟我解释 她太太抱着她的孩子 不让她放走 我就想起 如果我可以明白到 这个妈妈 怎样爱这个孩子 神的爱 更大 我那一下就知道 神好像那个画面那样爱我 她曾经在《圣经》里做过些什么呢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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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塔桥的名字 不是因为它有两个高65公尺的桥塔 而是因为它位于著名的伦敦塔附近而得名 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建于十一世纪末 之后经过两代君主的扩建 和整修 它是英国人心目中的故宫 英国历史上很多皇族和政界名人 都曾经在这个地方被囚禁或处死 不同的事件会带来不同的影响 处死英国上流社会囚犯 为伦敦塔带来很多神秘的传说 而叶志华在青年营会上接受主耶稣的爱 为它带来的是人生的改变 然后离开这个训练 我就开始自己去读正经 有这么大本书 去讲信息和信仰是怎样的 都要去看看 那自己回到学校 又会和人分享我的信仰是怎样的 都希望同学也会认识到 不主要去做他们自己的宫主 然后慢慢来 我又有去星期学校 又去青年营会 到我十七十八岁 我突然想在青年营会帮忙 跟青年营会说 我有这样的心 有这样的信心 去帮助他 从那时开始成为帮助群主 有时候有机会 去联系学校 去分享信息 或者去分享我的研究 我起初信子的时候 我父母都很反对 反对到他们自己的疑问 派我去读中文班 是否好事 但是现在来说 我可以跟我妈妈说 我什么时候去教会 我去做些什么 她跟我教会的朋友去做些什么 她都不会说很反对 在学校上来说 人们都有感觉过 我生活上的改变 虽然我学校成识 又没有怎么说 这些话好一点 但是我自己的性格 也有很多改变 她都是一个很友善的人 去到哪里她都笑 见到什么人 她都会很开心 一定会跟她聊天 又很好玩 所以很温 她都觉得她很容易可以做朋友 我信主之后 就想多些帮人 如果自己有能力帮人 就尽力去帮人 多些去听人事 如果她有什么心事 或者有什么关于他们自己 我就有这样的 Landing air 如果有人真的有事 她都会接触她 Dave 都会说 一起聊聊 一起祈祷 一起 给她一次鼓励 她不单是在那个时刻 会帮你 她都会 或者过了一段时间 都会 发发问你 或者接触你 或者打电话 打电话 这段时间怎么样 有没有进步 在家里 那时候 都是做外卖党 都是有很多事情去做 我自己也有尽力去帮我 但是有时候 她有这么多事情做 都帮不完 我最记得有一次 我妈妈跟我说过 她是 是体见有一个改变 在我自己的personality 她自己也知道 我有这个faith 在这里是一个好事 伦敦塔 是英国现存最完美的中世纪城堡 在历史上 它曾经是城堡 皇宫 宝库、火药库 住闭厂 动物园 监狱和营场 现在它是伦敦著名的 旅游观光点 建筑物的用途 因应时代改变 而有所不同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而年轻人在生活当中 出现变化 也不足为奇 David就在他中学毕业的时候 失戀 高中那一年 我跟人拍拖 我一直在教会认识到 散拖的时候 心情不好 又不想回教会 因为我回到教会 想起我们拍拖的那段时间的事 我自己又没有这样的 刺激 去另外一些教会 所以慢慢慢慢 就完全没有去过 我那群朋友都挺好的 他们也有跟我去 去订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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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对 对 面对面的接触就很少 但在那一年 我自己特意去 去 脱离我自己 去工作 经常去做工作 如果还没有帮家的工作 就去打工 或者找另外一件事去做 就不想起教会的事 我自己觉得 I'm not worth it 因为我知道 Christianity 我知道 我知道 God's standards 是多高 我自己又 Full short So badly 我自己觉得 我不值得去教会 跟女朋友分手 David离开了教会 不过神的爱 并没有离开过他 入大学的第一年 David在中学认识的一位朋友 出现在他身边 有一个朋友 他叫做Carlene 他以前都是在 Cardiff的华人教会 我都跟他有几好朋友 当他好像大哥 他知道我去Bristol大学 他也有去 他也有 Try to meet up with me 每个礼拜都会叫我去教会 但是 每一次他跟我说 你来不来教会 在这个礼拜 我都会跟他说 我不来了 我不来了 我不想去 我不来了 后来 他跟我说 我不需要你出来教会 但我也想见一下你 对不对 你来到Bristol 我都想会去 那天我们一起去公园去行 一起去聊天 我都不记得聊天 總之我記得那天很好天 他說你星期天不回教會都OK 但是不如你星期五去我們這個學生團棋 都是他的愛心 那我星期五晚就開始去學生團棋 每晚又認識一些Christian朋友 又在那個教育環境上 找一些朋友是自己適合的 他們個個都是中國人 很多都是他們的家庭背景跟我一樣 兩個都是在餐館或外賣店長大 慢慢就開始聊天 所以認識他越多 我們兩個的背景很相似 有兩個有很多相關的地方 都可以聊到 發覺兩個有很多的 小時候的困難都很相似 而在家中餐外賣店幫忙做生意 是David沒有辦法擺脫的困擾 就算在外地讀大學的時候 這個困擾仍然沒有離開過他 我讀大學那段時間 就覺得時間很逼 因為星期一至五要上課 每個星期都要去LAP 最少都要去兩次 又要寫報告 又要很多功課 還要星期五六日去幫家裡 去看卡塔 有時候會幫忙去炒飯 去炸菜 執餐 整天回家很辛苦 太辛苦 我到星期二日回到Bristol 就覺得很放鬆 最記得有一次 我回到最後一年去考試 我這麼多次 我媽媽問我回到最後一年去 是那一次 我跟她說 我不想回來 因為我要溫暑 但是她也要我回去 到我回到最後一年去 只有一個考試 我失敗了 我失敗得很厲害 特拉法家廣場 Trafalgar Square 是英國倫敦最著名的廣場 這個廣場是為了紀念1805年 英國海軍一場以小勝多的海戰而修建的 而指揮那場海戰的納爾遜將軍 他的掃像 就樹立在五十多公尺高的紀念櫥上 人就算曾經戚冊風雲 轟轟烈烈做過一番事業 但是到最後 都要殺手陳環 離開世界 David大學畢業不久 為了家庭生活而拼搏的父親 就去世 2010年 到聖誕那段時間 我那一年落雪落得很厲害 很大雪 我媽媽就打電話給我 我說 我爸爸很不舒服 不知道他是不是感冒 不知道他什麼事 他上到十字車 就 帶起一些線 去檢查他的心中 就是那一刻 那些十字車 那些 paramedics 就知道 我爸爸 早兩天 發生了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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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事 就急車去醫院 然後第二天 就馬上回家 我回到家 他都在醫院 陪了他 陪了他十天 有一天 我們回家吃飯 那 護士打電話來 說我爸爸出事 突然之間出事 他叫我們 即刻回到醫院 那裏 有個醫生 走過來 去那個 waiting room 那裏 才跟我們說 我爸爸剛剛先去了 那段時間 有很大的 wide the church family 的感覺 我知道 有很多朋友 很掛念 不單止我 但是 掛念我媽媽 掛念我弟弟 Cardiff教會 有很多朋友 來探望我媽媽 但是 我自己來說 那段時間 也覺得 一段時間 是非常之辛苦的 但是 有神在這裡 他都會幫到我 去 一天一天過 如果我沒有 過這些階段 我不會 我和神的關係 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去發展 去 grow deeper 父親的離世 楊葉智華 更加感受到 神對他的愛 他和神的關係 更加密切 所以他積極地 投入教會 願意幫助身邊的年輕人 將神的愛 全揚開去 我自己的life experience 我可以share 給另外的人 如果他們 像我這樣 發生了這麼多事 或者是 有issue with identity 或者 去到大學 是不想去教會的 我自己也有 那個experience 我可以 跟別人 share 我自己的experience 是怎樣的 他真的經歷過很多 很多事情 他真的會很關心人 一個已經畢業了 在大學 畢業的大學 以及在做工的 有他幫助我們 都是一個 一個慶祝 我覺得 一個很大的福 他好像一個父母 和一個大兄弟 所以 因為我住在家裡 他只會 像母親和父母 然後 真的 真的 擔心我們 他做任何事 那時候 他會很 人的感受 是會怎樣 他做任何事 他會先想好 那個人 就算是任何情況 他都會很冷靜 很放鬆 而且 會令到別人 有一個很舒服 很開心的感覺 所以 會把焦點離開 你達到一個項目 但焦點是 人的方面 以前 David無論去學中文 或者家裡的外賣店 幫忙做生意 心裡總有一種無奈 當他真正經歷到 主耶穌犧牲的愛 並且學習去付出愛的時候 他反而 從以前感到困擾和無奈的事情 品嘗到家人對他愛的味道 我都知道我爸媽很愛我 但是 起到是不同的方法 有愛我的媽 我四個時候 我媽媽和爸爸 逼我去 讀中文學校 到現在知道 他的價值是怎樣 我見過我媽媽 我跟她說 雖然四個時候 我經常幫忙 是很辛苦 又失去機會 跟朋友去玩 但是 我跟她說 我很幸福 她給了我這個機會 去幫忙 能夠給我那個機會 去享受我的財戀 耶穌基督的愛 改變了葉志華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這位耶穌基督 歡迎致電《恩與生命熱線》 或者登入《恩與之聲》的網頁 和我們聯絡 我們很樂意和你分享基督教的信仰 願神賜福你 和在佛心中 人生有长有短 但是如果你有它呢 就活到永远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 人生的爱是永远不变